第五季的上海名人坊 欢迎收看第五季的上海名人坊 你好我是文杰 嗨 谢谢您的上海名人坊 本期节目是由SBS Infinity Wallpaper Specialist Career Home Sense & Style为您荣誉呈现 欢迎收看第五季的上海名人坊 你好我是庄文杰 我只能说小时候的回忆吧 去巴萨买鱼 不过现在我老妈在家里 不会去巴萨买鱼了 她上网买鱼 而且很喜欢看每个晚上的直播卖鱼 上网去标鱼买得越便宜越好 而且甚至很多时候都会送东西 没有送她就不买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名人嘉宾Gavin 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传统行业 卖鱼 你先从巴萨去买 现在呢在网络上去买 而且甚至是靠直播的方式来卖鱼 的心路历程 来Gavin介绍一下大家 大家好我是Gavin from Daddy Sifu 我就好像他刚才说了 很多人都会在巴萨买鱼 然后早上起来去巴萨 找到去Gavin Casual 还是去那种 Super Market 买鱼之类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因为不方便嘛 不方便现在节省时间 但是你的假期可能你就早上起来去买鱼 这样让它很累这样 然后你们可以上网买鱼 就会直接方便送到你们家门口给你们 所以现在是这个时代是想够快和方便 我觉得 除此之外我觉得 因为你们买的东西未必是说 肯定是便宜的 因为我自己是比巴萨书有关系 所以我的东西一定是比 可能会比你们更加便宜更加的方便 所以这个变成说是你们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刚才一直觉得Gavin 在对着镜头讲话的时候 有种话是在开直播才开始 他已经能够把他需要讲的东西 然后全部都把它讲出来 但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说 为什么会想到说 要投入这个用网络 甚至是用开直播的方式来卖海鲜 其实我之前原本是一开始 我们是打算在开个app 或者一个website直接订购 就直接送去你们家门口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可是过后我们有一次就遇到一个 看到一个台湾的直播 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商品 除了鱼之外 还有很多砖刷 还是手表之类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尝试 因为觉得反正没有东西输 就去尝试了 就尝试开直播卖 原本开头有个demand 是不会很好 普通的作业 结果发现这个市场是越做 这个demand是很高 所以就越多人做 就越做越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开始的吗 对不对 那怎么开始做 我们很好奇 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 怎么开始去做 因为你毕竟你本身应该不是 家里不是在卖鱼的 对不对 你怎么敢敢就开始播卖鱼 你凭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之前我自己是本身是家族 是卖萝莉的 天呐 卖鱼跟那个卖鱼是 风马鱼不相及的两件事 ok 然后呢 然后我是在一个机缘桥下 遇见我一个partner 他叫Jeff 然后他也带领我去进入这个鱼行业 新鲜鱼行业 然后我们就 想要利用这个网络的时代 去做一个突破性的平台之类的 去卖更多的产品给大家 方便之类的 然后就一起开live 就做到现在 其实你看呢 就把一个传统上 我们去巴萨买鱼的那种麻烦 然后耗时 甚至有一点 可能现代人不太喜欢的那种 就是脏兮兮的那种感觉 全部去除掉 我现在透过网络告诉你 然后有什么鱼 你看了之后ok 然后你就买卖了之后 我直接送到你家去给你 但问题就卡在一件事情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服别人 明白吗 就是海鲜这件事情 我要看的就是真品啊 我在网络上看了之后 你怎么说服别人 哇这个真的好吃哦 哇这个真的好哦 怎么办 好像我觉得 接下来的网络时代 全部是 给予评价 就是你们的review 和recommendation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 例如说 你买一个鱼 可是那个商家 他是没有成交率的 一次成交性也没有 然后他也没有人给他review 没有给一个好评他 所以你们会有点担心 被骗还是破不对版的东西 可是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信心给顾客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review 成交率每晚都可能过百的订单之类的 所以 都有目共睹了 所以是 信心是很重要的 然后慢慢的去解释 每一样还先 讲主啊 来自哪里啊 让顾客有信心去下单去尝试 嗯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就是他需要有一点口碑 对不对 就是口碑 给人家传了之后 然后对你的东西越来越有信心 就越来越多人在看 对 ok 那如果每一个晚上都在做直播的话 呃 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说多少人在看 可以做到多少生意 甚至成交多少钱 嗯 呃 开拓的时候会比较难啦 从七八个人慢慢就 便利三四五十 甚至现在几百 固定都有几百个人了 然后 可能高峰都有两 两千多个人在看我的直播 嗯 过前人 那成交呢 成交 呃 都有 一百上下 一百上下 一百单之内 一百单 可能八十一百 有时百五是好说百五 甚至两百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不好 所以有可能是淡金 我忘记毕竟每一天 我越投哦 越投越尾哦 对大家比较有钱 啊越投越尾 一出量过后都很想吃东西啊 忍了很久 想吃下海鲜啊 我好想吃哦 真的啊 终于这个月出量了啦 他们就敢敢去下单了 然后我也给很好的offer他们 他们就敢敢去尝试了 OK 我们刚才说到offer这件事情 你给的是什么样的offer 然后可以让观众 留守你的频道 因为 要人家留着你的频道里面看节目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你要吸引那个人 那个吸引力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 帅 不敢打 帅不敢打 OKOK 然后我觉得是 呃 你要送的礼物要敢送咯 礼物 让人家去看 我觉得 你在这个市场 你肯付出的越多 回报也会越多 例如说 如果你送礼物 如果你送的是两粒鱼元 还是一粒带子 人家不会去看你直播 比较少啦 如果你肯送的 可能是 一个很大的龙虾 五公斤 四公斤的大龙虾 我看到很奇怪 很大的龙虾 我没有看过 我想去尝试去吃 他们就留手了 然后你就拿来送 然后他们就会 就去留手 after that 你的地方 可能你会 offer关于这龙虾的东西 然后也有机会 尝试到这龙虾 因为这个价钱是真的是 比地狱 是价很多很多的 所以其实原则上 送这件事情 反而是一个 最大的吸引力 对 但问题是你看 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很常就是在顾成本 对不对 成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拼命在送 你看有时候我听你说 很常有送到冰箱 天天在送冰箱 最高纪录的时候 最高纪录的时候 两三个天连续送冰箱 每一天连续每一天开直播 都在送冰箱 因为很多顾客会说 呃 gevin 我的冰箱爆了 蛮了怎么办 我要冰箱 我需要冰箱 我就 就plan 就定20例 但是就两三个天 继续送出去这样 哇 所以看你的直播 还可以跟你要求 要送什么东西 哈哈 就是有点像许愿词 哈哈哈 有啊有啊 满足顾客 其实是很重要 我觉得顾客 他们会给回你 你想要的回报 我觉得啊 然后你肯付出去 就有回报 我觉得 哈哈哈 我只能说 你看 哈哈哈 我可以说 呃看Gavin的直播 现在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 齁去那边 要先许愿你要什么东西 Gavin呢 就会帮你完成 你们想这么晚些 你们可以 还是可以点菜之类 我都会做给他们 哦OK 当然你也可以要求要送车 啊送车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排除啊 说到送这些 送这些事情 我们刚才还是要不聊这件事情 成本 你知道吗 就是送东西 欸你一次订20 20台冰箱 然后每天送 拜托一台冰箱 都几千块 千多块 两千块最少 你送的也不是很差的 品质的冰箱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你卖一条鱼也才赚那 可能几十块 几百块 丁多吧 我觉得最多是 那个成本赚的幅度 但怎么办呢 你的成本那么高 你要送东西 刚才我刚才有说了 你肯付出啊 有很多人会可能 不敢付出 所以他们就 就会这样 什么生意可能就这样子 平淡一条线过 如果你有肯付出 会有 会有drop 可是也会再伸回去的 会有幅度 我觉得幅度很重要 在生意而上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那个幅度 这个意思 你先付出嘛 可能你的销是drop着的 因为你扣完了 你都赚不回那个 你出冰箱的钱 对吗 然后你发送课 但是有人注意你了 population到了 然后他们就会 开始订购也会加单之类的 所以慢慢就会 cover回 慢慢就有幅度这样的东西了 OK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整个成本 就是说送东西这件事情 变成说你在开直播的时候 第一件要做的 就是先告诉大家 我今天会送什么 买上大家才不会来看嘛 看了之后 你要送 送这些礼物的时候 它占了你整个 营业额的成本那么少 其实不会很大的老师说 是哦 其实不会很大的 不过一开始应该是吧 因为一开始 你要吸引人来的时候 对一开始会辛苦 可是后面我 后面 后面 都觉得其实是 舒服的 其实是 OK 反而是这个东西是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如果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说 大概一开始的时候 要建立那个品牌 建立这个直播的时候 你花多少钱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用讲多少钱 而是多少比例的成本 哦明白 给不进去这件事情 怎么吸引人来 我之前我们有 比如说每一个月的营业 都会收在公司里 然后把大概算到了25 30%之内 拿来做 advertisement这里 那 礼物啊 广告之类的都有啊 OK 那现在呢 现在也是保持 也是一样 只不过现在的营收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哈哈哈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敏感话题 但是 但是却很有趣的 你看哦 就是从一个 在网路上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 或者是说 大家都很想去看的 这种 网红的世界 那Gavin在做的事情 其实有一点像是 另类的网红 你知道吗 就是他在做的就是在 用网络直播的方式 当一个直播主 然后来 来销售这些 这些产品 可是 我想知道的是 观众给你的feedback 是什么东西 在看你的直播的时候 他到底是 到底什么吸引他来看 是因为跟你变成朋友吗 还是说你在 online offline的时候 其实还有再继续做交流 OK 我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顾客都是从 陌生 不认识的时候 去认识的 然后也帮我下蛋糕 觉得普态都不错 然后没想 好奇于我这个人在做什么 平时的人常常做什么 他们都有app我facebook做朋友 真的啊 我们私底下都有时 有时会问我啊 这个组到怎样啊 他们有时候拍照片给我讲 Gavin我组到这个东西 看好不好 你觉得OK吗 他们就会post上我的facebook了 然后我就会repost 让其他顾客知道 我有卖这个鱼 有卖这个螃蟹之类的 让他们可以看到 原来可以这样子的组法 所以原则上也是一个 有在做顾客关系的管理的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 在跟网友们聊天吗 都有一段的时间 通常都有啦 我觉得通常 不只是我 别的地方都会有 而说 跟顾客建立一个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顾客 大部分是年轻人 还是说是 auntie uncle 年轻人的auntie uncle 看什么喜欢想吃的东西 他们就会订购 通常都是 三十岁的年龄层比较多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比较多 就是上班女性 上班女性啊 而且你也比较吸引他们 因为很想要来看小鲜肉 买海鲜 OK 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这件事情其实在网路世界嘛 你看你就说网路世界其实是一个 呃 进入门槛很低的 就是说大家要 要进入这个行业不是很难的事情 你只要会用非洲 你只要会开直播 那就OK了 那那这么低的 进入门槛的程度的时候 你怎么保持说 我可以做的比较好 或者是说我 可以创造业绩 这样子 嗯 就说大家都 一蜂窝都在做了现在 然后你怎么样 突围 突围 我其实我算是比较 幸运的 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早期做上来的 所以早期就 可能做 已经在这些做了一点 所以会比较 幸运的 如果现在开始进入做这个行业的话 会比较难 因为真的太多人做这个行业了 会比较难 然后要怎样突破就是 呃 坚持哦 坚持真的很重要坚持 嗯 因为你不用坚持 你遇到一些问题 你就放弃的话 很多人都好像这次就 没有做了 就因为他们放弃了 觉得很辛苦啊 做不到啊 来不及 然后把困难划大了 把自己的能力去 矮小了 矮化了 啊 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态度 可能你态度很重要 态度 态度很重要 你要正确的态度哦 在这一方面 ok 所以原则上就是你要有一颗 呃 耐得住的心 耐得住的 嗯 然后要很好的正面的心态 去面对一个事业 你不会很快的就 就说放弃的 对对对 ok 这个环节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产业 就是说 呃 网络直播卖海鲜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很大的商机的 而且在Gavin身上 你也可以看到 他对于这个这个这个事业 或是这个行业呢 还是充满着很大的热情 你看他讲话的时候 眼睛都会发光 所以下个环节呢 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要让Gavin告诉大家 怎么样做直播才会做得好看 而且怎么样从7个人看 变成2000个人同时在看 而且他还会现场示范一下哦 来吧 去见面对吧 去见面对吧 KITA 嘞 好吗 好吗 nie 啊 又 好 他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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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本来都很姿态 都很低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跟你说 Garry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年轻人 你知道吗 但是跟他讲话的时候 那个过程 知道那个聊天的好玩就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想象 你的顾客在看直播的时候 是很想跟你聊天的 哦 有啊 那么很多都很多时候 直播完了都会找我聊天的 啊 就是这样 然后互动哦 然后你跟你说什么 讲2 true之类 我觉得 你卖的东西要特别 不能一般 就是 只算我 然后我除了卖海鲜之外 我是冷冻饮食 饮食公司 所以我做东西好像 你有炸鸡啊 Hashbrau啊 Fran Fries啊 Snugget全部都有做 鱼丸 鱼丸也有 啊 什么都有 都有做啦 所以不是一味的只是鱼丸 因为有些顾客吃久了 会又是鱼会很像很闷 很闷 然后我会参不同的产品进去 然后让他们有点新鲜感 啊 今天有新东西 他们就会留手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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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蛮吸引人的 今天预告的时候 像好像节目在做预告 比如说 哎今天有好东西 有新的东西要介绍给大家 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留手里的频道 我觉得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gaming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 他没有camera shine 他对着镜头可以看看而谈 另外一个是 他长得很老实 我觉得大家会因为他长得很老实 然后跟他买东西 会不会有有 观众会在跟你说 有顾客讲过这样的 这样的打 你说的打 诶 这样老板不会骗你们的 相信他 当然老实真的是老实啦 放心 他没有骗你们的 做老实 我不会说暴利之类的 我们都是 因为比外面的市价 会更加便宜买东西的话 嗯 OK 好便宜 互动 然后卖新的东西 然后送东西很重要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关键 是我发现到你在直播当中 讲话的方式很不一样 请问那个讲话是不是有一定的话术 话术 对话术就是好像有一定的technic 要怎么样跟观众沟通 这样子 啊 讲到的时候要大声小声 什么的 对不对 我个人有注意到的就是 吞 吞要搞 你不能 呃 假设我现在讲话这样就平了平 等于是在我做直播可能我会讲 example 嗯 嗯 现在要的朋友请留守 今天这一标一定买到赚到 嗯 等下我再想想 哈哈哈 你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这样吗 啊 我会 我会 我可以卡持 因为我都看官了我都ok 然后我会说 第一标性能标一定买到赚到 第一标 你们什么都不用留守 留守第一标就好了 他们就很好奇地标是什么 这样的东西 啊 啊我就会 可是东南地标真的是会超级的便宜 然后我们都会更赶去下单 这是我的关键之一啦 ok 还有呢 有没有说好像 需要在节目当中搞笑一下啊 或者是 或者是耍宝 耍宝 搞笑啊 有啊 有啊 哈哈哈 有啊 有时候我会在live的时候会 有时候 那个节奏来 那个tempo来就会 跳下舞一样 啊 都会有 都会有 什么都有 然后跟 啊 有时候顾客会上镜头也有试过 他们来拿货 然后上镜头跟我们互动 这样也是有啊 哦 ok 所以 其实谈到一个很大的关键呢 就是说这个直播的过程 除了是说 你要顾好这个直播的内容 因为至少直播以前可能是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现在我看最新好像快到三个小时 对 晚上八点播到十一点还在卖鱼耶 啊 还在卖东西耶 所以 不只是说在直播上 直播之后 也很重要的 直播之后也很重要 对 呃 就 直播之后呢 就是说你会 你会 顾客来你的店拿东西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些 你都要再继续做maintain的 其实做maintain是比 做直播的时候来得更重要的 是不是 就是销售服务很重要啊 他说服务很重要 然后你跟顾客 可能他们会来找你啦 然后你会跟他们继续的 聊天之类 他们都会 after我 life都会来找我来探板 这样的东西 也是有 去场那边探板 来我店来找我 跟我探板啊 看我 赚了没有要不要喝茶 之类的都有了 所以你要去应付这些 网友 啊 不算应付也是啊 大家交流 因为他会跟我说很多类似 可能 A台在卖这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兴趣 你可以进啊 好像不错哦 他们会跟我 会建议我 啊 然后可能我有些东西没遇到 小记在讲 哎 刚才你 那东西 你好像讲错一些 解释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们反正会教我很多东西 啊顾客们 全部顾客都很聪明啊 其实 嗯 是 我觉得有时候网友的 知识力量是很大的 你反而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不同的 因为大家 无四海嘛 从不同的地方来 然后反而可以做经验的交流 好啦 马上呢 我们要来示范一下 给你平时是怎么样开直播 不过今天呢 我们把摄影棚 搬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 哈哈哈 平时摄影棚是在哪里 是在店里面 还是在店里面 在店里面 就是就是 坐在冰箱旁边吗 就是冰箱就这样开了之后拿出来 哎哎哎我卖这个鱼这样子 我冰箱也有 然后我 冰箱只是让方便我拿东西 其实我外面还有冰房啊 冷房之类 去拿货出来的 OK 所以有时候 做直播的时候做到一半 说东西忘记拿 然后就等我一下 我去拿东西 然后 哎呦 有了 可是他们点菜 这个东西看 我个边没有 我会等 你等我一下 我立刻去拿出来 就这样 哦 很有现场感 好 那你可以示范一下 平时你是怎么卖 你的好 我也给你一个题目好了 别说 你要卖的是 呃 从沙发来的 每年只有四月到五月 才有的 吉罗鱼 红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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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红吉罗 平时是吃不到的 只有红吉罗 好 那你可以开始 来卖这个东西 我们先预告一下 今天会卖红吉罗 有新产品哦 而且是限量的哦 OK 好 今天晚上直播 开始 OK 呃 OK 晚上好啊 我已经卡了 我要喝吉罗 OK 来 各位晚上好啊 欢迎来爸爸来场直播啊 so 第一标 我们会超级 美的标就是红吉罗 喜欢红吉罗的朋友 一定要留守 先公开分享 三次去自己组约 再分享就各大群组啊 so 现在开始卖了 这个是 我开了会叫他们分享 你才三个人看 啊 三个人看 哦 不会了 一开一定有差不多一百个 两百个了 啊 一定会有 放心 然后啊 第一标 红吉罗 我会解释什么是红吉罗 各位 红吉罗是一个吉罗鱼 是在 和 和鱼还是和鱼 处于沙巴沙拉瓦的地方了 所以啊 很多人会想忘不了 忘不了很贵很难很贵吃 可是其实 忘不了是吉罗鱼的其中一 一个款式 所以 如果你们想吃忘不了 可是觉得忘不了很贵的话 其实吉罗鱼跟味道是差不多了 你们可以吃一下尝一下 买 Gavin没有送东西咧 买不下手 今天送什么 不要让大家一来先 不要让大家一来先 人数越多 东西越漂亮 现在还是平不起来咧 那个人才一百一十一而已 例如说我会这样分享 人数带个地方我还跟我讲 人数带个地方我还开始卖通商 所以不用判别人数了 哦 所以你一边看 我现在只有一百一十一啊 没有办法送 就这样子 哈哈哈 要得到冰箱至少要一千 一千人来 一千人来 我还开始送 送了冰箱过后 可能就是第一票所谓的第一票 刚才红吉罗鱼这样 OK 那第一票拿到的人会怎么样 就是说你会恭喜他吗 还是怎么样 恭喜他们实在做第一票中 我总要会做甲义的 甲义就是说 你不是你一个人得表 然后其他人也可以得表 因为一起尝试这个几堆 可能我会留守了一百条 然后能做一百组出来 这样子的意思 OK 哇 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 因为我自己很常在做直播的节目 但我们直播节目都比较严肃一点 比较正经一点 所以没有办法 用不同的好像 好像舞台局表演 你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演员一样 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你是另类的网红 不像是一般上我们认识的那种网红 对 但他反而很另类的 好像 好像一个 从乡下来的 或者是说从哪里来的演员 我不晓得 就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这个角色 我自己的角色 就是直播买卖海鲜之类的 那个 不算是网红 就是一个直播 就是主播啊 买卖海� 很多网红 就像你说的网红 可能就是他们是 不能 因为我是做的是Live 他们可能做的就是 可以拍个视频过再看 然后再做个自己想要的影片 加点字幕之类的那种网红 所以会有点 所以讲有点不一样 就这样 因为我的是Live的关系 而且现场的控制那个气氛 啊 控制气氛啊 啊 不跟他们 可能他们就是 那种网红 就是他们做好过来 他们可以后面放点音乐 只会让人家 感觉到很开心 还是音乐效果 突然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我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就有点 出入 OK 好 那我们 我们回到比较 商业上面的问题 好 就是说 做这个直播 它其实只是一个门面 就是说 让你可以 跟你的顾客有一个交流 然后让他们知道你在卖什么东西 好 那我好奇的是 每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业绩 就是说 卖鱼可以买到多少钱 对啊 嘿 可以讲了吗 这个数 啊 啊 大概大概 几百钱 几百钱 哇 哇 实际上是几百钱是有的 哇 可以卖鱼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正常的 如果过年啊 或者是那种价钱 可能会更高 可能会过倍 再翻倍 过年的话 因为很多华人 我们华人新年都很喜欢吃鲍鱼啊 是 啊 鱼吃这些比较 昂贵的海鲜 就只有一年吃一次嘛 嗯 所以通常那个时候会翻 会比较 销售比较高 Demand会比较高 哇 OK 可是 可是在 现在这个 这个状态是已经到你们 目前创业以来的最高峰吗 啊 还没有 我希望可以更高峰 就是你 就是说跟之前相比的话 现在已经到一个点了 跟之前比是 是 是 是成长的很多了其实 成长很多 因为开头的时候真的是 连续两个月 我的view 就是你观看人数 不是live的人数 是你after live 你可以看到多少个进出你的live 嗯 那个live我可能就是有一千个人看 两千个人看罢了 现在可能都有几十千开看我的时候 每up的一个live 我就看到view 看到你有多少个人在看你的直播 都几十千了 都有生长了一个的 一个巴仙数 用多少时间 让你的直播人数从 七 八个 然后现在变成 整整千人 两千人都有 用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成长 我大概是去年 10月 就是2018年 10月开场的第一波 我的两千人的时候是在4月 大概是 半年吧 5个月到半年之间 哇 其实你你觉得这个东西容易吗 就是说 因为其实Facebook上面 大家要做这种 呃 网络熟悉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的 你看起来很容易 不用钱嘛 Facebook这个平台 但 是不是很难 build up 一件事情 其实 呃 真的是蛮难的 然后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团队 就是一个人在做 就会 呃 例如说 做完直播过 我要回复顾客的信息 然后早上起来 要啊 就要packing东西 然后再 送货啊 然后回到又要做直播 这样就一直routine这样 嗯 人会很累啊 人会很累 然后 啊 慢慢的去 build up the team 从一个人现在做到去 有20多个人在做这个 这个 呃 关不过 我也看到很多个都关过了 跟我同一个时间出来了 结果都关了 没有 没有 已经没有卖了 啊 因为很难 然后现在 有了 很多新的 希望他们也是可以慢慢的 呃 努力加油 努力加油 但是 从你身上看到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坚持 坚持 坚持 但是也不要忘心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块 OK 那你能想象 Gavin他以前家里是做 罗里买卖的 现在变成卖鱼的专家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过来的 就是说 重新去认识海鲜 因为以前都是妈妈在关这件事情嘛 现在变成你 你比妈妈可能更熟 更熟海� 嗯 嗯 海鲜 嗯 嗯 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因此改变 因此改变 嗯 有少少 因为完全我从小就没有想过 呃 虽然我会很喜欢吃海鲜 可是我没有想过 我会做海鲜行业 所以现在能转变过来也是 觉得蛮 interesting的 就很 就没有想象过的东西了 所以你看了 像现在这个 大家知道网图是一个趋势 但他终究可能 不知道会走向哪里 你有想到你未来十年 会怎么样 怎么做吗 还会继续再卖海鲜吗 还是说未来十年 你已经有一盘绘画 我会走向哪里 呃 其实我觉得live这东西 其实是 呃 前无后利 就是你没有可以 history可以参考 这个新的 全新的行业 我也不懂它寿命的几场 可能一年 或两年 甚至是十年 可是需要的是做 planning 就像他所说 planning 去做转变 可能以后我会做的是 好像我开头 想要做的 就是付一个apps appside 让他们直接订购 省时间 一天都没有时间看直播 可以直接订购 啊 省多时间 然后第二可能我会做 餐馆啊 还是年锁店之类的 然后人家可以 呃 去吃我的海鲜 直接先煮好了我的海鲜嘛 就是餐馆之类的 酒肉之类的 所以未来 未来十年更是往一个 比较 更全面的企业的方式去 去推进 嗯对 更全面啊 对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让一个十年后的自己 讲一句话 你现在要跟他讲 你觉得你到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很棒 你努力了 谢谢你 哇 很感人耶 我觉得 我觉得 人生的每一步呢 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 然后你走在那一条路上 然后你坚持去做 相信 你做的事情 肯定对你的人生和未来 会有帮助的话 我相信 就跟Gavin一样 带着乐观 然后 开心 然后看着他 你就觉得很 很快乐的那个感觉的话 我相信这样的人生 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可以 迎刃而解 甚至呢 可以很积极的去面对的 嗯 好了 谢谢Gavin 今天来到我们 上海名人坊 感谢感谢 谢谢 也请大家呢 一定要继续留守 我们上海名人坊 因为呢 每一期呢 我们都可以大家带来不同的主题 以及不同精彩的名人嘉宾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